下一個要介紹的有機化物種類叫做醇 醇是什麼東東呢 醇的關門機就叫做這個 它叫做搶 OH 搶機 七央搶 清加養 七央搶 搶機 OH 有搶機的 清被搶機取代 這種東西就稱之為醇類 我們教的是最簡單的 只取代一個人 你可以取代兩個 叫二醇 取代三個叫做三醇 這種偉大的學問都是高中之後才會出現 我們普通就只有取代一個 一個清被取代掉OH 所以本來是CmH2n加2 但要一個清變成OH 所以就變成CmH2n加1OH 然後n比大於等於1 然後也是一樣 一個碳叫做假 兩個碳叫做乙 三個碳叫做比不一樣的意思 所以通式寫成這樣 就把一個清幹掉換成OH就對了 所以假碗幹掉的就會變成假醇 乙碗幹掉的就會變成乙醇 這兩個是我們上課要教的 所以你要記得假醇是這樣子寫 乙醇是這樣子寫 因為這兩個我們上課都要教假醇跟乙醇 所以你要知道它的化學是要怎麼寫 它知道怎麼寫 OK 假碗幹掉一個清就變成假醇 乙碗幹掉一個清就會變成乙醇 OK 這要做了解它的化學式的寫法 然後我們前面教過了 我們說要請你背下來 酒精跟糖溶於水淡不解離 非電解質 當時跟各位講那個酒精叫乙醇 所有的醇都一樣 對 所有的醇都有OH 但是OH會不會解離 不會解離 所以有沒有碱性 沒有碱性 水溶於什麼性 中性 所以醇類溶於水淡不解離 是非電解質 就是假醇乙醇 丙醇 丁醇都一樣 都一樣 非電的水溶液是中性的 這是一個要記得的事情 不要看到它有OH 就以為它會成碱性 沒有 它不會解離 它的水溶液中性 它是非電解質 那麼要背一下乙醇 就是俗稱叫做酒精 無色液體 它只有一個味道 香氣 如果它香的話 它有灼熱感 發酵法 我們後面會教發酵 來做我們的酒精 所以旁邊就是它的 用那個球 其實它的結構 白色的是青 黑色的是碳 紅色的是氧 所以它有一個 白跟紅的 叫做OH 它有個OH在上面 OH 所以它叫做醇類 乙醇 乙醇 就是酒精 OK 然後呢 酒精容易燃燒 是我們實驗團用的燃料 然後也可以融解很多東西 然後點酒就是點溶於酒精 點溶於酒精 點溶於酒精 叫做點酒 那麼以後再講到那個澱粉的解釋的時候 會提到它 點酒啊 什麼點液啊 點酒 點溶於酒精 OK 了解它的性質就可以了 很簡單 它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也是殺菌 殺菌的效果好 我這裡有寫百分之七十五 有一些書上寫百分之七十 看它是大分之七十五 殺菌效果會比醇的好 講義上的吃四塊 你有告訴你為什麼 講義上的吃四塊 你有告訴你為什麼 會百分之七十五的 會比百分之百的要好 你就自己看就可以了 OK 那殺菌 可以 酒精可以殺菌消毒 就知道一下 然後七十五%的效果比較好 不是醇酒精效果比較好 然後呢 還有防腐可以屬成標本 你看 好 那 這邊呢 有個叫變性酒精 尤其是以前古時候 醃酒是專賣的 所以那不要讓你把那個酒精 來亂搞亂弄 所以呢 我們就要 工業又要便宜 又要怎麼樣 所以想辦法加點東西 加點染料 它顏色不一樣 加點瓶在碗裡 讓它不能喝 所以我們會加上甲醇 加這個甲醇 甲醇就是有毒的 喝了以後會失靈 或者是在劍 然後拿拿就拿拿 所以我們就叫做變性酒精 變性酒精就是加了甲醇或有色染料 讓它可以跟我們正常的酒精做區別的 叫做變性酒精 這邊加了一個東西叫做甲醇 旁邊有它的結構的樣子 你看到就是只有一個碳 所以叫做甲 然後右邊有一個白跟紅 叫做OH 白跟紅叫做OH 你知道你可以知道 好 它說吃 不小心 有人喝甲酒 喝到眼睛瞎掉 或者喝到戰劍 就是因為你們喝到了什麼玩意兒 甲醇 喝到甲醇 所以我想化學是要知道一下 要知道一下 甲醇 好 甲醇就是可以做燃料 可以做溶劑 重要的化工原料 就開一張就可以了 重點是它的化學是要怎麼寫 重點是變性酒精加了什麼玩意兒 變性酒精加了甲醇 加了甲醇 OK 這又是介紹醇類 你要記住 什麼東西叫醇類 有誰啊 有OH 有搶劑的叫做醇類 那融與水 不解離 融與是中性 然後看一下我們的甲醇跟乙醇 了解一下它的化學式 跟知道一下它的性質就可以了